歡迎收看大人畫質 現在在網路上面有一首名詩 據說讓大陸文壇的人特別感嘆 感嘆什麼呢 感嘆說現在怎麼中國人人都會寫詩了 對 這個叫做烏青體 有個特別的名詞 烏青體現在大陸真的很紅 非常紅 非常非常非常的紅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這個話題 現場來賓是陳振藤 大家好 我是詩人小陳 為大家帶來一首詩 對明珠的讚美 鏡頭前的明珠真美啊 真的很美很美 非常美 非常非常十分美 特別美 特美 極其美 賊美 簡直美死了啊 這是模仿烏青體所做的詩 我只能說 還好 你有好好講 基本上把烏青體給表現出來 否則你就會被我打得烏青 就完蛋了 剛剛小陳講是現在在中國大陸 非常流行的烏青體 引發了正反兩面的看法 大家是陷入一種激戰當中 網友就把它戲稱叫做廢話題 剛剛聽小陳講完全不準 我們就聽聽看作者自己怎麼樣來飲食 天上的白雲真白啊 真的很白很白非常非常非常十分白 特別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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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其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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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直白死了啊 完蛋 這就是所謂的烏青體 那剛剛小陳也模仿了烏青體 當場現場創作 可是唯一的插員在裡面 剛剛沒有投入感情 感情沒有放進去 因為你言不由衷 不是發自內心的 所以根本就是瞎說的 因為我的詩的創作 其實不是那麼寫實啦 哈哈哈哈 好 你等著你 我立刻讓你下節目變烏青體 我告訴你 先跟大家講講 因為像烏青體現在在網路上面 引起了大家的集體創作跟模仿 是 那大家是怎麼樣去苦手他模仿他呢 其實烏青這個人很有特色 就是說我們先講他的這個經歷 他是一個高中自學畢業 然後隨便念了一所大學 然後在大學愛念不念 也沒有畢業 後來就出來工作 對 他的人生的職制是開創這個詩 跟語言的這個界線 要不斷地去開拓 對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講 他是一個真正的文青 然後他的作品的特色呢 是他的用詞 用字淺詞 非常的這個淺白 而且非常的這個簡短 對 所以對於他自稱他所創作的詩 很多人是不認同的 因為很多人心中認為說詩 他應該要有格式啊 要有他的這個韻腳 還有他基本的審美標準在那裡 有一個文學的素材在那邊 但是這個巫青的詩似乎完全是拋棄了這一切 重新以一個純白話 甚至一個素人的自言自語的角度 重新去創作的這個詩的這個作品 他其實不只是白話這件事 我覺得他根本是碎碎唸 就是巫青色色黏這個概念啊 所以這個我們所謂的廢話詩 其實裡面還包括好多的不同的這個詩人 那巫青在裡面的特色 最具代表現在他的特色是 他是自言自語這一派的 對 其他人就是說 而且沒有 你看他的那個白雲 剛剛講說 真白很白非常白 他其實就是用加碼的概念 就一直把那個強化他的那個形容的強度 而且是很白痴的 糟糕了 我怎麼用這個形容詞來說 很直白 的確是非常直白的 例如說我們再去看這個其他人的作品的時候 其實也有人會對於這個白話詩 有這樣的一個批判 就是說白話詩會不會只是所謂的散文 多了幾個分段而已 那其實這種說法不是現在才有的 我們在一九一七年 也就是所謂的武士運動那個時代 胡適啊 他們在提倡這個白話文學的時候 當時他們在詩的這個領域裡面 他們也提倡所謂的白話詩 或所謂的現代詩 那時候就有這樣的一個批評 就是說所謂的現代詩 不過是對於散文的分行 所以也就是說九十幾年前 一百年前就有這個批評了 那到了現在白話詩 比胡適那個時代更白話了 因為胡適那個時代 他還講求技巧 可是小陳你把那個 你把烏青捧太高了 因為他真的是在碎碎念 要不然你再舉例他 其他作品 例如說他有一些 我剛剛跟這個這個大哥有討論過 他有一些作品其實是 有一些文學位在裡面的 例如說他有一首詩 叫做遺憾的那部分 這個網友到網路上 也去找得到 那如果說找不到 在臺灣的網路哪裡找得到 在聯合報的副刊 電子版的上面有 對我們曾經刊登過 他的這個大概二十篇 左右的作品 他的遺憾的那部分怎麼寫 在某個時刻想起些什麼 無比渴望的 並沒有成為現實的部分 令人揪心 那遺憾的部分 充斥了現實的部分 這看起來很正常 就符合我們對於 所謂詩的那種審美標準 可是你看看他其他的作品 比方有一個是把自己的銀行 帳號說出來的 我覺得這個就太無厘頭了 烏青的創作 不是只有我們 他的量非常大的 假如你真的要給我錢 對不對 然後他就出現說 我的銀行帳號 哪個銀行的帳號 就出現招商銀行多少多少 然後還把他名字寫出來 鄭公宇建設銀行 四三六七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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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多少 鄭公宇工商銀行 這也能叫詩嗎 這四個 所以他有一些部分 有幾首特別被挑出來 被大家批評的特別厲害 也被批 應該說也被模仿的特別厲害 這特別紅的是 是他的這種 其實應該帶點無厘頭的概念 這些白話詩 對他就被稱為廢話題 是對不對 那他的這個廢話題 紅了之後 據說他的書也賣到脫銷 是沒錯 因為其實他的這個廢話題 還有更早的源頭 就是更早之前 例如說像這個所謂的梨花體 所謂的羊羔體 都有人稱之稱他們為廢話題 那到了2012年的時候 這個第一次官方的媒體 有這個有人在寫文章 開始在批評 烏清的這個廢話題 就罵他 所以2012年那一陣子 烏清有稍微在網路上 引起一陣討論 但是後來又沉疾下去 那他紅起來的關鍵是什麼 他紅起來的關鍵是2014年 有更多的人在罵他 然後有更多人 包括一些文壇的一些大佬們 也跳出來挺他 所以文壇罵他的原因是什麼 文壇罵他的原因 其實很簡單 他們認為烏清的這些所謂的詩籍 烏清的詩是對文學的玷污 這是一個很嚴重 很犀利的一個批判 那在這種批判的同時 另外一派的 另外一派的這個文學界的大佬 他們站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他認為文學本來就有資格 或是說文學本來就應該試著去 嘗試更多的可能性 去跳出更多的苛舊 去產生更多的創作 去享有更多的自由 所以這兩派的這個意見在二零一四年的時候 在網路上這個吵得這個紅紅火火的 對 然後就因為大家吵 所以他就紅了 所以大家就更想瞭解 這些人到底在罵什麼 就會去看 就很想瞭解說 這個烏清 他到底在寫了什麼東西 其實值得被大家批評成這個樣子 而且烏清的話 他這些特別的詩 不是只有網路上面看得到 他還硬成詩集對不對 而且賣得很好 對 他一開始是賣不好 在二零一二年出版的時候 其實賣不好 可是二零一四年 大家又開始矛起來罵他 或是矛起來支持他的時候 很多人就開始想說 那我去買一本來看看好了 包括有一些這個 這個念高中 念大學的孩子 他們常常心裡會抱怨 父母不了解我 因為他們閱讀的東西 跟我閱讀的東西差太多 結果這個小女生 國中的小女生 高中小女生 高二女生 買個書送給爸爸說 爸爸這就是我在讀的東西 他爸爸就非常 看的時候應該 非常非常的驚訝 原來我也是詩人 你老爸 當然一輩子老爸 才發現原來我也可以是詩人 對 你就可以創作一首詩 所以烏清 他對大家帶來一個 很正面的影響是什麼 就發現人人都可以創作 就像詩神告訴大家說 只要有心 人人可以成為詩神 那烏清他最大的意義是什麼 只要有心 人人都可以成為詩人 你說他給了大家一個 一個詩人的希望 他的書啊 一般來講 在大陸一般的詩集 假設你不是什麼泰戈爾 席慕容的詩集 大家就不太好賣 了不起就賣個一千本 一千兩千本已經算不錯了 烏清的這個詩集 對 他據說賣了 已經超過五萬本 對 他目前目前還買不到的狀態 已經銷售 印完銷售出去的是兩萬多本 還有三萬本還在印 可是基本上已經被訂購一空了 可是他們到底是誰去買 他們買這詩的話 他是以什麼樣的心態 文學欣賞的心態來看 還是 基本上會在這一次的 這個關於烏清的論戰中 受到這個論戰影響去買詩的人 通常就不會站在文學的角度去欣賞他 他們會想要瞭解的是 所謂的廢話詩到底能夠廢到什麼程度 對 那個好奇心是很強 他到底能夠廢到什麼程度 我就會想看看 這讓我們不經想到這個林志玲 在2013年演的一部電影叫做天機 天機當時也是創被號稱成一個奇葩的電影 就是說每一個看過的人都罵得要命 可是最後的結局是什麼 是他的票房藏紅 對 為什麼 因為當你發現身旁 越罵越紅 每個人都要罵的時候 你就必須去看 大家討論廣的時候 就很多人好奇去看 烏清也有這個林志玲的這個味道 就是說他的廢話詩被大家罵得要命 你這樣比喻的話 林志玲會高興嗎 林志玲其實被罵得比烏清還要慘 因為烏清他的確有這個詩人的這個數值 林志玲卻在那部片卻被批評說 從花瓶變成花盆 其實是很難堪的一個形容詞 有人說是現在非常流行的廢話題 基本上已經超越了這個語言的範疇 究竟為什麼中國大陸的網友會為廢話吃狂 廣告之後回來告訴大家 哇 我們的大師人過來了 今天天氣不錯 我來飲食一手 天上的白雲 真白呀 真的 真的 好白 好白 這也叫絲 你們懂啥 這叫廢話題 師哥 沒文化 真可怕 廢話題 那我也來吟詩一手 可以嗎 你的詩真爛啊 真的很爛 很爛 非常爛 特別爛 特爛 極其爛 賊爛 簡直爛死了 我們從這個網路短距裡面 都可以看到廢話題的橋段 就可以知道說 究竟這廢話題有多麼的紅火 可是究竟為什麼 他會造成網路上面 那麼多年輕人在追逐 小陳你覺得他的原因是什麼 其實他有一個 這個歷史的脈絡淵源 從大概二零一零年開始 廢話題就已經開始萌芽了 最早可能不是這個烏青 最早是他還有兩個前輩 一個是梨花體 一個是所謂的羊羔體 對啊 那他們兩個 其實都是在大陸 是所謂的這個業餘的 這個文藝的創作者 是 他們都有一些官方的背景 但是也都從事這個文藝的創作 問題是尤其這個羊羔 他他這個得了得了 還拿過這個所謂的 魯迅文學獎 在二零一零年的時候 按理講能夠拿到魯迅文學獎 是不得了的 因為魯迅文學獎 是國家級的一個文學獎 所以他裡面分了很多獎項 然後這個所謂的這個 羊羊羔 羊羔體 他在二零一零年 拿到了這個所謂 四個類的這個獎 是 就可是大家會發現說 我去讀你的東西 他是哪一個作品得獎 他的作品得獎是他的詩集 但是最被大家傳送的 是他關於徐凡 對 就大陸的演員 大陸的演員 那徐凡是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子 唐山大帝陣 對然後他老公叫做馮小剛 那馮小剛就是那個被斧頭幫砍斷腳的那一個 在功夫電影裡面 ok然後這個這個羊羔體 就對於這個徐凡有一段的這個讚美 表達內心的愛慕 那這這樣的一個等級的詩 被大家認為說 怎麼夠資格去拿到一個國家的這個文學獎 所以羊羔羊羔體後來被成為一個嘲弄的對象 在二零一零年的時候 那包括當時還有一個所謂的這個趙立華 等等你先把羊羔體給講還 因為羊羔體 你要不要念一段給大家聽 因為我覺得看他寫 不管是寫徐凡還是寫劉亦菲 其實我覺得還挺像的樣子的 挺好的 就是他裡面有一些他自己個人的那種情懷 跟觀察在裡面 其實如果說單純就他的作品 他作品有大概有幾百首詩 還有一些這個散文詩集的創作 給我們一首那個經典 那最被網友罵的最最最凶的是這個徐凡的 徐凡的部分 你覺得哪一句那個 他其實很短我把它念一念 大家認為這到底算不算是 網友的意見也是這樣 到底算不算是 OK 徐凡的漂亮是純女人的漂亮 我一直想見他 至今未了心願 其實小時候我和他住的特近 一牆之隔 他家住在西商跑馬場那邊 我家住在西商跑馬場這邊 後來他紅了 夫唱附髓 拍了很多叫好又叫做的騙子 這有什麼不對 哲鴻這個哲鴻有解讀 其實我覺得第一個他不像詩 可是第二個的話 他這個這個話 就是感覺有點像 讓我長期一個唐詩 唐詩裡面那首就是有個講說 君駐長江頭 我駐長江為之 日式軍不見軍 感覺很像 可是他在克隆他 所以他變得更白話跟通俗 所以詩他一直有個定義 詩的定義是最精煉的文字 對他也許後來就舊詩或是新詩他們都必須追求所謂的最精煉的文字 那到了這個白話詩或是廢話詩的時候 他們已經放棄了這個定義 也就是說詩他可以是一段散文的結段 不管是這個羊羔體或是我們等一下會唸到這個梨花體 你都會發現有這個特色 他的詩的文字已經不特別精煉 然後他的這個 他就是特別白話 但你可以引起你的共鳴 我覺得他同樣在寫徐凡的這個詩裡面 這首詩裡面最後一句寫的寫得真好 因為他說原來夢有時候和真的一樣 是你看你不覺得你在影視的時候 你要帶感情 你才能夠獨特的感覺嗎 被你這樣一頁 不是因為我缺乏感情的因素 也不是只有我在這個批評他 是因為你不喜歡徐凡 我喜歡徐凡 徐凡很漂亮的一個女孩子 他不喜歡熟女 他想看那個妹 在這一首的部分 他被批評的最厲害 是因為他拿了獎的 是他拿了魯迅文學獎 不過這則是他詩集裡面的一首詩 可是他是官員對不對 加上他有官員的背景 他是武漢的市委書記裡面的這個常委 也是他的紀委書記 所以他的官相當於這個武漢市的市長 再高一階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因為官大學問大 你就可以拿魯迅文學獎 他被批評最大的是這個 對 所以楊高 其實取他名字的諧音 對對對 因為他叫車嚴高 嚴高 他就取名做楊高 那另外我們講的一個這個梨花體 這個叫趙立華 對 他也是有一點這個官方的身份 他先生 他老公是那個河北的一個人大的 人大的副主席 所以他也是某種意義上 他是一個官太太 然後也是當地的這個做 做協的一個成員 對 那趙立華他被批評的這個情況 其實跟這個這個這個楊高體是一樣的 對 他們的寫詩的做法都很像是把一段散文 因為按了幾個Enter 在電腦上按了幾個Enter 不小心按到斷句 斷了一下就 斷句斷的特別 對 斷句了之後就變成詩 所以說他們的詩有個特色 就是他們是完全不會押韻的 因為他就是散文斷一斷而已 對 例如說這個趙立華他有一首詩叫做一個人來到田納西 這個是很短的一首詩 他說毫無疑問 我做的餡餅是全天下最好吃的 最好吃的 還有一句話 就是這樣而已 對 所以這個部分 他的斷句斷的很奇怪 所以他們就有人批評他說 怎麼結巴也能變成詩 就說話口即也能變成詩 然後他還有一首詩也是被罵的 還被罵的很兇 叫做我堅決不能容忍 那這首詩怎麼寫的 他說我堅決不能容忍 那些在公共場所的衛生間 大便厚不沖刷便池的人 他其實就是一句話嘛 他把一句話 沒有你唸得太不那個 我來唸一段 我覺得他講說 我終於在一棵樹下發現 一隻螞蟻 另一隻螞蟻 一群螞蟻 可能還有更多螞蟻 這個也是詩 所以這個也是完全符合廢話題的精神 就是說他完全沒有特別想要表達什麼 很直白的表達他看到了 或是他想到了 或是他正在喃喃喃自癒一些東西 所以廢話題的特色在這邊 所以烏青的話 算是青初以來的聖以來 他比他更悲嚴 對 烏青跟他們兩個相比 他有一個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就是說第一個是他是純素人 烏青純素人 他完全沒有官方的背景 第二個是烏青真的是一個全職的文藝的工作者 是怎麼說 我們看到這個烏青 他畢業離開學校之後 以他現在的狀況來講 他到底是怎麼過生活的 他寫詩 可是寫詩出詩集在大陸 基本上是賺不了錢的 除了他這本已經紅了之外 那之前出的詩集 包括他一些這個影像的作品 基本上都賺不了錢 所以他現在做什麼 他現在做是全職的在創作寫詩 然後晚上的時候呢 他會到這個夜市 大理的夜市 在雲南大理的夜市 去賣他的手寫詩 對 這很特色 如果我們今天有機會去逛夜市 逛一逛 居然有人把自己的詩手寫下來 你會買嗎 我會買 我是文藝青年 我才不相信 聽說賣得還不錯 然後他還在這個所謂的這個淘寶上 開所謂的電商 就是電子商店賣什麼 賣他的詩的這個包包 把他的詩印在包包上 或是這個印在杯子上來賣 但是他並不是一個純粹商人的概念 因為 吳青在他的這個 他是文青 對吳青他是一個文青 而且他一直對於自己有一個使命感 或是有一個核心的理念 他核心的理念是什麼 他核心的理念是 第一個他要開拓語言跟詩的界線 要不斷地去開拓 對 這很有使命的 就讓他覺得 原來這樣子也可以叫詩嗎 對 然後第二個是 他想要做的事情是 人跟詩歌 到底能不能有更多的接觸的可能性 我覺得這是非常文青的一個人 而且持續的 他一直在做這樣的事情 其實我們講的這幾首詩 包括他什麼 對白雲的讚美這個詩話 其實只是他少部分 而且流傳最廣 對對對 他其實他創作非常多 是不是 可是不是每一個都是像這個樣子 對 其實大部分的網友看到的 就是不斷地被轉po了 這些文章 就大家會針對 他看起來比較不一樣的 對 部分不斷地去爭相的模仿 去傳授 可是小陳 你還是沒有跟大家講 這背後反映出一個什麼樣的心態 因為澤宏有講 他說其實這就像我們在圍觀法拉利節 是同樣的概念 其實真的有一點這個概念 網路的這個族群 他們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說我參與網路 是在尋求認同 當一個事物出現 讓我透過參與 可以得到認同的時候 我就會不斷地去介入 他們模仿 模仿就是那個 烏青的詩的話 是出於認同 還是出於就是 調侃 其實都有 都有 還有一種可能 是不是因為現代的生活實在 太苦悶了 所以他特別需要調劑 沒錯 因此這種碎碎念 無厘頭 大家都覺得特別high 所謂的娛樂至上 或是娛樂至死 對 當中這些新時代的詩人的話 開拓我們對詩的認識 休想馬上回來 自從這個廢話題出現之後 引起了大陸網民的圍觀 大家歡樂的模仿 就像一樣畫葫蘆一樣 一樣飲食 網友問 他說這個詩詞俊勇成名句 大陸人在生活當中都很愛用嗎 這句話寫得有點不順 其實他應該意思是問說 大陸人的生活當中 會去運用那些俊勇的詩句嗎 其實現實生活中是不太會 我們常常這樣講 就是說 中華民族是一個詩的民族 因為中華民族 對於這種詩歌的這個傳統 大概兩三千年了 對 然後有一句俗話是這麼說 他說這個 讀片唐詩三百首 不會作詩也能贏 這表示說 在中華民族的這個文化氛圍裡面 詩是很重要的 基本上是融入你的生活當中 但是 其實在這個 這個解放之後 尤其是這個1949年之後 大家對於古詩的東西 其實抱持比較批判的態度 我說在大陸方面 台灣的孩子基本上 讀詩的量還是讀的蠻多的 但大陸對於古詩過去 有一段對於 把他放到詩舊裡面去做批評 所以對於詩是在生活中 是有某種程度的斷層 我覺得可能跟兩岸的政權的屬性不一樣 現在大陸是比較 共產黨比較屬於那個農民政權 所以你不知道 看他們官方的公文 或者是一些通知文件 都非常白話 對對對但是另外一個兩岸很不同的地方是領導人的部分 大陸的領導人很喜歡銀絲作對 很喜歡從毛澤東開始 從毛澤東開始 幾乎都有這個文化 對 可是台灣的這個領導人歷任的 好像都不太寫詩 我們都越來越白話 不會再掉書袋 然後引那些引經據點的講那些古文 對啊 大陸前兩任有一個外交部長 也是一個很有名的詩人李肇星 對 他的詩也是很特別 嗯 對 所以大陸好像官演真的是喜歡做詩 尤其在這個有關這個兩岸關係 或是兩岸會談的場合 有一些這個知名的詩就會反覆的被提到 早年孤王會的時候 對對對 例如說 杜敬潔坡兄弟在 相逢一笑名恩仇 這個大概聽了二三十年了 對 也是兩岸關係非常有名的一首詩 包括最近這個習主席 習主席上台了之後呢 他也常常喜歡講的一句是什麼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道 人間正道是滄傷 就表示說在反腐的這個事情上 是不會那麼順利的 會有很多的波波折折的 所以我發現大陸領導人 比一般的人民 他更喜歡透過一些詩詞 來表達他們對一些政策上的一個訴求 前任的那個總理溫家寶 他一個特色也是一樣 他在溫家寶也喜歡隱私的 對在那個記者會當中 兩岸 對 兩會的時候 兩會之後記者會 總理記者會 而且他經常會念出一些很冷屁的事 我們當時說 這什麼 就一刻趕快查什麼 去百度 對 不過還好就是那時候 那個新華社都會全文出來 不然還真不曉得 有些字不曉得這麼寫 對 大陸官方其實有一點這種 銀詩的這個文化 尤其是越高的領導人 他們越會透過詩 來傳達他們想要推行的一些政策目標 他們希望能夠透過這樣的方式 能夠更貼近民眾 那反而台灣這邊 反而比較不來這一套了 對 台灣這幾年好像對中國古典文學的話 就是大概也比較沒有像我們以前 那個時候的話 接觸那麼多 我們現在年輕人學校裡面 對對對對 尤其是年輕人在接觸的這個網路的文化 佔他們生活中的比重越來越重 那網路文化的特色之一是輕薄短小 對 這我們講到這個烏青的詩 他能夠爆紅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 是他符合的所謂輕薄短小 他簡單 對他所有的紅的詩都是輕薄短小的 他寫的那種肉肉等的那些詩都不紅 這是網路上都不會被傳送 所以我說輕薄短小也是烏青能夠爆紅的原因 是 對 他最經典的不是還有一個嗎 就是把那個床前明月光 一視聽到那邊 超一遍 然後低頭自顧箱 這是李白的詩 沒錯 然後這就變成他的詩 對 不過文學作品好壞見仁見智 可是時間可以檢驗好 就是說過了十年二十年之後 還有人拿出來欣賞的話 那可能就真的有價值了 不過不管怎樣廢話題 他反映的是現在年輕人的另外一種態度 今天非常謝謝小陳 謝謝你們收看 明天繼續大愛花痴